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谢文锦 谢老师 在这边呢 因为端午节呢 是这个我们 应该算是年节以后 算是大节日 因为其实呢以前的认为说 比如说在端午节前后 就是臆脏 疫情的臆 这个臆气的臆 那这个臆脏方面来说的话 比较容易有出现一些问题 在端午节这段期间 我们曾经有特别提到 这段期间可能刚好是一个交界 所以呢 在端午节之后 运势会好转 生肖我们就来看看 大概有哪几名 所以首先第一个是针对第三名的朋友 好第三名是针对什么部分呢 桃花 会变比较好的 那么是针对数码的朋友 好 苏玛的朋友在这个家人也好 这个疫情之间也好 都有所谓的相处愉快 那么互为助力的一个情形 那这个部分呢还包括 当然包括这个桃花 包括人缘桃花 因缘桃花都是一样 在这个部分都有所谓的加分 但是有一个小小的细节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不要太过固执 那所谓的固执指的就是说 比如说有些一定要 洗手不洗手不行 不能靠近 其实我有时候是这样讲 就是说法律虽然很重要 但是这个方面来说 要避免这个 人跟人之间的连结 当然我会讲连结就不是那个 就是OK 比如说 家人之间可能我吃饭 有些人要求吃饭 大家分开在一定的范围以后 OK 我觉得这也很好 但是还是可以说话 那第二个就是 有一些会建议就是说 还是如果有怪猪或什么 的话还是尽量戴上口罩 基本上来说 书马的朋友不用担心 因为戴上口罩 因为桃花就会受到影响 好 那么第二名呢 我们针对事业方面来说 在专务后 那么会变好的朋友 那么是针对什么成效呢 来看一下 嗯 属猴的朋友 属猴的朋友 在最近来说的时候 会因为贵人的相处 让你整体的一个合作方面来说 会变得比较更加的顺畅 其实说真的话 因为我目前看到 因为最近有一些 这个新闻来说 不管做哪个行业 除了特别需求的一些 相关的行业以外 好像各行各业都受到影响 不过呢 属猴的朋友 在这个预分里头 还是会因为贵人的帮忙 那么无形中 让我们在各方面来说 都会有所加分 但是要特别注意 这个月里头 很多金钱方面的支出 会比较多一点 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收支方面 能不能平衡 是属猴的朋友 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过在事业上面 来说是非常的好 那么针对这个财运方面 说 钻文猴 会变得特别好的朋友 是针对属猴的朋友 属猴的朋友 属猴的朋友 有机会 那么在投资方面来说 也比较容易获得利益 不过基本上来说 我现在都不太建议人家投资 各方面来说 也许我会有一些机会 不过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要 审慎分析 因为 我必须这样提到 就是 很多朋友 其实有时候在这个月分里头 可能包括 有一些工作的上面 来受到影响 不过属作的朋友 在这个月 还是蛮旺的 当然不管你的生肖是属什么 我必须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其实呢 有时候 这个疫情是大环境受影响 怎么样让自己能够 避免受到这一波 这个所谓疫情影响 第一 保持 这个所谓平常心 第二个 注意这个所谓的防御措施 当然第三个来说的时候 就是要让自己 各方面呢 保持在稳定的状态 所以心态上保持在稳定的状态 在各方面来说的话 自然就能够减少 这个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 不过呢 在这边 还是祝福这个所有的 所有的好朋友们 事业上面来说 能够有稳定 那么财运上面 能够变得更好 那么也祝福所有好朋友们 事事顺心 才有保际 祝福大家哦 我们下回见 拜拜 进行锁定风水有关系的YouTube频道 里面有更多的资讯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 那么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 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